和解的深夜发了一篇长文,揭秘离婚内幕和出轨传闻,这篇长文简单来说,就是,婚内出轨纯属撤弹,不该背的锅,真的不想继续再背下去,虽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如何,却先被和解耿着的性格震慑了。 你是真的虎,被婚内出轨言论困扰的那阵子,你们一个和解粉丝在微博评论,就是真在一起,我果断戳粉,和解本人直接回对他,还有腰伤复发仍坚持拍摄节目,节目中还怒对丢垃圾的路人,他作为参加了两季亲子节目的过来人。 他对其他姓妈的建议,竟然是抛下偶像帮扶,最好坚持三不原则,耿直的和解还有一套同样耿直的教育理念,比如兄妹俩为了抢床打起来,并没有马上进行阻拦,等两孩子打完了,哭完了再讲道理,告诉妹妹,不应该去抢别人的床,接着告诉哥哥,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打妹妹。 就这样,计划解了兄妹二人的争吵,还教会了孩子真爱亲人,理论的美德,教育小孩也是很有一套了,最后堵塞想说,和解是不是一位好妻子,不忘加改色,但她一定是一位好母亲。 就像苏醒说的,感知的人总是很多争议,大家吃瓜的时候还是少些恶语,多点理解多点爱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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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